本周月市红榜 生活安逸 摩羯座 思绪豁达 金牛座 感情顺利 出入你座 金牛座 综合月市五颗星 事业上工作态度相干务实 适合接受某个工作项目 制定理财计划等等 足够努力就会得到物质收入 或者事业进展 感情上有些金钱的计算和考量 注意和他人的财务关系 财业上是为财富播种的契机 适合身体例行来改善目前物质状况 慢慢发现自己比以往 诸种物质的创造与理财 产生许多赚钱的欲望与动力 开销可能有些肆无忌惮 容易三分钟热度 买回不需要的东西 也可能因为人情破财 学业上很不错 本周有进步 或者得到一个好消息 处女座 综合月市五颗星 事业上本周迎来新的机遇 有利于树立新的工作目标 职业规划 如果准备跳槽 本周是很好的启动机会 如果你渴望获得更多认可与成就 最近适合提交职称申请 是很好的改善机会 感情上有伴者 本周会为家庭牺牲比较大 不少事情需要安全马后 摆平工作的同时 也无法忽视家庭与伴侣 单身者容易对感情抱有很大的期望 实际不知如何选择 财运上本周开始事业心增强 想法虽多 但免不了毛手毛脚 渴望完成更多而带来焦虑感 财运容易因为沟通 和一些事情的反复导致拖延 注意身边不靠谱的客户合作关系 学业上本周学习效率降低 容易被他人影响 有杰作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本周是你为工作奔忙的阶段 也有不同的状态面对工作与生活 如果感到生活作息不良 是调整作息 保健身体的好机会 可能有新的项目或同事出现 部分人可能会跳槽 感情上本周身心比较放松 节奏舒缓 不太给自己很大压力 沟通上也多了份人情味 更耐心的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财运上 只要努力工作保持专业素养 就能稳定财富局面 工作上有纠结和反复修改的地方 人事的变动可能导致进账不确定 学业上本周是学习忙碌期 多付出 多回报